在5月份AI变成语言 Mojo刚放出消息的时候 曾经出过一期视频做过简单介绍 虽然它在宣传上号称比Python快35000倍 但由于处在早期开发阶段 一直没开放实测的渠道 但就在上个星期 我收到了来自Mojo的邮件 看来几个月前的试用申请终于通过了 所以我做了这期教程 来帮助对Mojo感兴趣的同学快速入门 同时也借此机会实测一下 它相对于Python的真实提升速度 首先申请地址在这里 点击右侧的sign in 有账号的同学直接continue就可以了 没有账号的话点击下方的sign up 登录后进入到Mojo的playground 点击左上方的加号 新建一个Mojo的notebook 就可以开始写Mojo代码了 这个notebook只能选择Mojo内核 但按照Modular所讲 Mojo作为Python的超级 它是可以完全兼容Python代码的 既然如此 我们可以试试Python语法特有的列表推导式 可以看到执行后会报错 如果想要在Mojo中执行原生Python代码 需要在第一行加上两个百分号Python字样 如此一来 Mojo内核就会使用Python解释器来执行这段代码 就可以正常得到结果了 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 Python代码确实可以无痛移植到Mojo 但如果你一行代码都不改的话 我猜很可能在性能上不会有任何提升 那么小改行不行 能提升多少 我们可以拿欧式距离实测一下 所谓欧式距离就是多维空间中任意两点之间的绝对距离 大家熟悉的购三古四弦五 其实是欧式距离在二维平面上的一个特例 欧式距离相当于计算空间中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具体计算方法就是求各个维度上的坐标差值的平方和 然后再开根号 在进入三维空间后 计算方法也是一样的 至于四维以及四维以上 虽然没有办法可视化 但在数学上是沉密的 我们先来试着用python来实现它 因为是纯python代码 需要在首行加上两个百番号python 接下来用numpy创建两个一千万维的随机向量 然后实现一个python来计算欧式距离的函数 参数是两个向量 先声明一个距离计数器 然后查看向量维度 按照维度依次循环 每次循环取差值 然后累积到距离计数器 返回平方根就可以了 为了测这个函数的运行时间 需要先沿用time it cool 运行十次 取平均 然后打印时间 运行 大约是2.46秒 因为mojo声称要比python快得多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以毫秒为单位 所以乘上一千 再次执行 最后是2465毫秒 python本体运行速度慢是众所周知的 但它的几个科学计算库 比如numpy 其实是用西语言实现的 所以为了给mojo找个真正能打的对手 我们再用numpy封装好的函数实现一次 直接使用numpy的线性代数库的norm 运行时间可以提升到35毫秒 最后是mojo 如果想要在mojo代码中使用python的库 首先需要从python interface中导入python 然后再从python导入numpy 注意这里导入numpy只是为了创建随机向量方便 之后的计算部分我们还是用存mojo实现 用mojo声明向量时需要添加关键字和数据类型 而关键字又分为led和wire两种 如果你声明的变量之后不会再改变 那它其实是一个常量 就用led 如果之后会改变 那它就是一个变量 就用wire 因为我们的向量维度不会再改变 所以这里使用led 再就是变量名后要加上它的数据类型 这里1000万是个整数 所以使用整形的int 这种强类型的声明方式 对于只学过python的同学来说 一开始可能会不太习惯 但其实写法很简单 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完全适应的 接下来是用mojo声明两个向量 这需要从tensor里边引用tensor 再从数据类型里边引用dtype 由于向量声明之后要添充 所以这里关键字用wire 然后用tensor来声明向量维度 并强调使用64位浮点类型 之后使用此前numpy声明的随机向量 给mojo的tensor充值 这样mojo的向量就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来实现mojo的函数 注意mojo函数的关键字也不再是definition的def 而是function的fn 函数的参数也要声明类型 64位浮点数的tensor 不光参数 返回值的数据类型也要用箭头写好 就是一个64位浮点书 内部实现思路和刚才的python版本一样 首先声明一个距离技术器 然后获取向量长度 注意mojo获取长度的方法叫num elements 接下来循环的写法一样 每次循环取插值 然后累加差的平方 注意平方根要从mojo的数学库中导入 mojo还用不了timewake 所以要测运行时间的话 得从mojo的time库中引用now 先声明开始时间 中间调用我们刚写好的mojo函数 最后声明结束时间 因为mojo的now返回的是纳秒单位 所以需要除以10的6次方 最终结果是13毫秒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看出在计算欧式距离方面 mojo哪怕是相比用c语言实现的numpy 也确实有进一步的速度提升 为了验证这不是偶然 我们再来测一个向量点击的例子 所谓点击 就是两个等维度向量返回单一数字的运算 具体计算方法是每个向量对应位 都相乘之后再求和 你也可以从几何角度把它看作是一个向量在另一个向量方向上的投影长度相乘 点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考虑到方向的乘法 它在AI领域的主要应用之一就是求两个事物的相似度 为了便于神经网络的计算 无论是文本图像还是音频都需要转换为向量表达 而如果点击为正说明二者相似 如果点击为0说明二者不相关 如果点击为负说明二者相反 扩展到三维甚至多维空间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长度不重要只需要考虑方向的话 还可以用点击除以两个向量的长度 得到余弦相似度 想必你用过的很多网站都基于你的个人喜好 像你推荐过类似商品 类似文章 类似视频 其中很多都是利用到了这个原理 那我们先来用python来实现点击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直接在刚才的代码上摩改 还是用刚才的两个随机向量 函数也和刚才类似 只是在循环时累计两个分量的集 最后输出结果 耗时1702毫秒 再用numpy实现 也非常简单 使用np.dot就可以了 耗时1毫秒 最后是mojo实现 和刚才一样 把这里改成乘级 再把平方根的计算去掉 结果是14毫秒 通过在mojo playground的实际测试 我的初步判断是 如果在mojo中直接无修改移植python代码的话 因为用的还是python解释器 很可能不会带来任何性能上的提高 但如果给python代码小改 也就是加上关键字和类型声明的话 大约可以提速150倍左右 但和C语言实现的某些科学计算库 比如numpy相比 其实并没有形成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当然 mojo除了墙类型之外 还有很多能够提升速度的进阶技巧 比如在官方的矩阵乘法例子中 就列举了诸如最内层向量化 并行化计算 矩阵分块 tile factor检索等等 但仅仅是为了实现一个矩阵乘法 就要对代码做出如此面目全非的改动 就我个人来说是坚决拒绝的 我对mojo的接受程度 最多也就是到添加关键字和数据类型为止 我也试着换个邮箱再次申请试用 貌似现在的审批基本是秒过 换句话说 现在任何对mojo感兴趣的人 都能立刻拥有适用资格 大家可以自行在官网尝试